你还有没有别的更厉害的作品能够给我们看看 今天我还真给大家带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作品 有多大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常规的尺寸嘛 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 一个和食物一比一大小的一件作品 来 咱们把它给请出来看一看吧 来 我们看看刘通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什么样的作品 确实很震撼啊 挺像啊 这也是一张纸吗 对 这也是一张完整的正方形纸 也是这种材质的吗 不是 不一样的作品 是不一样的枕 这件作品它是一个一比一大小的一个雪豹的作品 真的雪豹就这么大 好像 它是用一张完整的八米乘八米大的正方形纸 直接折点成的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这件作品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给世界资源基金会国际雪豹日定制的这样的一件 一件大型的作品 是他们向你来定制的吗 对 因为雪豹现在也是一种宾围动物嘛 教孩子们呢 折一个简单这样的一个雪豹 那么大家在这个寓教娱乐的活动中 可能就了解到了关于保护动物的重要性 那这个作品有展出吗 这个作品一直其实都是在展出 今天这个录完节目以后 然后就要到下一个地方去展 在寻展 对 你是只做了这一个还是做了好几件作品 就一个 因为折一个大型作品很难的 光定制这一个纸就很困难 并不一定哪个职场都能生产出 浮宽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纸的 你是学什么转业的 因为我刚才感觉你在说话的过程之中 一直在说一些公实 或者是一些逻辑思维理科的东西 其实我学的和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学的是企业管理辅修的机械制造 其实折指它是一个70%是偏向于理性 30%偏向于感性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艺术 麻省理工大学专门有一个学科叫折指几何算法 它是在数学下面的一个分支 包括我在清华大学也会有一个选修课 叫折指在工程学中的应用 给学生们去讲 折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应用的 举个简单例子 就像我们汽车的安全气囊 它必须科学的合理地折叠以后 才可以让它的体积是最小的 并且它可以用很少的动作 就可以完全地展开 也就是说里面不能有任何折指结构性的错误 什么叫折指结构性的错误 我们把一张纸给它团一团 然后我们想再打开的话 可能如果很快地撑开 有地方会破 这个就是说明我们里面 有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折叠性的 一个自锁结构 自己把自己锁住了 那么我们在汽车的安全气囊 包括降落伞等等的 包括卫星的太阳翻 那么它们在折叠的时候 是严格不能有折指的结构性错误的 而且同时还要保持它的体积性最小 那么折指就是折指 其实在我们的工程学当中的很多的应用 所以说它这个学机械的 又是理科男 干这个 带起来这个学位也很深 对吧